我前面这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藤王阁图 是由中国元代画家夏勇所绘 这幅画用细如发丝的笔触 描绘了藤王阁的雕梁画洞和富丽堂皇 藤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干江边上 始建于中国唐代 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座父的圣地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这座楼阁在建立之初 其实是一个诗意皇子的燕月之地 在公司的宗徒音乐中 你要是让我们赶在建立的 我们的平均在建立的主意 据记载 李元英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盲野 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 尤其是他画的蝴蝶 更是被称为藤派蝶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对自己的这位右弟十分纵容 然而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 自己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 将他一扁再扁 终于在公元653年 李治将李元英扁到了洪州 失忆的李元英到了洪州之后 便整日以私足歌舞度日 一天他来到洪州城外 干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岗上 放眼望去 只见半水滔滔白斑点点 有鸟穿梭鸣鸣鸣鸣于山林间 有蝴蝶偏鲜流连于花丛中 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之中 李元英突发奇想 如果在这里建一座高楼 在上面宴请宾客 既克兰山川之秀 又能欣赏丝竹歌舞 岂不妙哉 藤芒李源英一声令下 没过多久 一座瑰丽的高阁 便处立在干江之边了 当时的藤芒阁 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 规模也不大 但由于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 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雄伟 这块中国明清时期的门楼砖雕 就表现了当年藤芒阁的盛景 我们能看到干江上有小船漂流 藤芒阁临水而建 飞檐凌空 飙梁化洞 阁中文人雅士举杯燕饮 好不热闹 藤芒它是一个文化的殿堂 它是歌舞新歌 因为它规格也很高 它是江南一带 是唯一的皇家建筑 它当年的藤芒阁 都是有流流瓦的 它不是民间建筑 它是皇家建筑 那么在韩语 他曾经写过一个 《重修藤芒阁记》里面就讲到 玉 少使则文江南多林冠之美 而藤芒阁是独位第一 又归为决特之称 独位第一 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 藤芒阁建成之后 李源英在这里歌舞艳乐 艳请丁客 这件事传到了唐高宗李志的耳朵里 他非常生气 又下至将李源英贬到龙州 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浪中 而刚刚建起来的藤芒阁 也被下令拆除 随着藤王李源英的再次被贬 藤芒阁也被拆除了 但是藤芒阁上的圣景 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于是没过多久 人们就又将这座高阁 重新修建起来 只是没想到 在庆祝藤芒阁重修的宴会上 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续文 让藤芒阁从此名扬天下 成为一代代文人 把酒登临的圣地 公元675年 也就是中国唐代上元二年 在江南洪州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江西省南昌市 洪州都督严伯宇 正在藤芒阁上大宴宾客 当时正值严都督重新翻修了藤芒阁 竣工后他请当地的博学洪如前来宴饮 并为藤芒阁作序 以传后事 歌舞尽兴后 严都督起身邀请大家 副师作序 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 只有一个叫王伯的年轻人没有推辞 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坐下 提笔挥毫 洋洋洒洒地写起来 王伯是唐代诗人 他与杨炯、卢兆林、洛宾王并称为初唐四姐 当时的王伯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 当他乘船从赶江而下入过藤芒阁 恰巧赶上了严都督庆祝重修藤芒阁的这场盛会 看到严都督盛请邀请大家 副师作序 年少气盛的王伯便没有丝毫地推辞 只是年少的王伯并不知道 严都督早已私下安排好自己的女婿来写序 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 满脸不高兴的严都督借口更衣 离开了宴会厅 并叫手下将王伯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 当严都督听到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 不由地连声叹道 此真天才当锤不醒 在《唐财子传》中 记录了王伯当时作序的情景 我欣然对刻操钩 倾刻而就 文不佳点 满座大经 也就是说 王伯当着众人的面 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 滕王阁序 没有丝毫停顿 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 滕王阁序 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 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威额 而阁内 天才少年王伯并不知道 他写的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 而此后中国历代文人 灯林滕王阁 都会想起王伯这个名字 都会想起王伯这个名字 他们在此拔酒登林 吟诗作诅 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 正所谓文音阁座 阁以文传 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 让王伯写出了《金谷一续》 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续文 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 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 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千百年来 即使他遭到天灾战祸的损毁 但这个文化内涵 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 一次次被重建 滕王阁自建成后 在唐代经历过五次损毁和重建 到了宋朝大光二年 也就是公元1108年 洪州之府范坛重建滕王阁 在重建滕王阁记中 有这样的记载 滕王阁 从三十有八尺 广旧积四十尺 南宿大江之雄曰鸭江 北扇西山之秀曰易翠 滕王阁高临淡江 所以有 也就是那个 到了中国元代 滕王阁几经战乱 破败不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 到了清代 藤芒阁的规模就远远不及前代了 主体建筑多为崇岩歇山市 阁分两层 四周有管庭等附属建筑 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 藤芒阁自建成到如今 重建达29次之多 今天屹立于赣江之宾的新藤芒阁 是中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 根据宋代的藤芒阁图而设计的 这八张设计手稿就是由梁思成所绘 根据这些设计手稿 新藤芒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落成 它不仅气势雄伟 规模宏大 而且画动雕梁 金碧辉煌 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玉飞的七层重颜 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 而悬缠在阁上的三层回廊和脆如碧玉的琉璃极顶 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挑逸 每到夕阳西下 晚霞的色彩落入干江 王国笔下那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 仿佛又回到了人们眼前